有花友知道我现在最近掉头发比较严重过 寄过来一箱攀庭 好开玩笑的 这是一个臭宝的一个天堂鸟养的不怎么哇塞了 然后呢要嗝屁要嗝屁的 说寄到我这儿来 咱们先打开看看 是尼古拉斯赫黄兰还是天堂鸟 话不多说 先做开箱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是天堂鸟 怎么区分呢 目测平均 因为尼古拉斯赫黄兰的叶子呢 它没有 没有那么的窄 肉嘟嘟的大根系 先入盆吧 它原本用的土是这种椰康土 还加了肥料 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还有还断了一个在里边 这个不用了 咱们就不用了 椰康就是烙鸡的存在 现在那咱们给它入盆入土 我选到的是一个较为深的花盆 因为天堂鸟的一个根系呢 我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 它是这种比较肉嘟嘟的根系 而且它长的是比较深的 所以说呢 咱们选一个稍微略深的花盆 接下来呢 用到的还是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 抓一把塞到底下 这个下面啊 给它敷一些个土 省得到处接触不到土 然后这个花肉非常的悲催 你知道它悲催在哪吗 它该剪的地方是一个没剪 不该剪的地方它给剪了 这个位置 它每回长新叶子都在这个位置出 它给这里剪了 你说这个花油是不是特别 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现在就看它有没有奇迹发生 别的没办法 先来浇一遍水 我找到的是一个花博式的一个浇水壶 这个木側好像是个两升的吧 这个两升的壶 往里面加点水 差不多点就行了 加入一些个会玩的强力生意 养花用会玩省心又省钱 别的就不需要了 一遍透水走起 好了 天堂讲的也可以给一些光照 也可以是给一些光照的 但是呢 不要强光暴晒就好了 这个东西在三亚呀 在广东地区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这个花油现在就是最错误的一点呢 就是把这个位置给剪了 因为它每回抽新叶都是从这个位置抽 现在就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要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这个就嗝屁了 没办法 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就近人事 听天命 好吧 可以给一点光照不要强光暴晒 就放在这养的吧 花油的这天堂鸟 有点花油的天堂鸟怎么养 真的你去广东去山雅去看一看吧 这个东西真的没什么压力 好多花油之所以养不好呢 就在家里边 一个是干一个是热 还有花油我们用到的更多的是泥土 大家也都看到了 它根系跟手肉一样粗 它是那种肉质根 它能储存大量的水分和养分是不是 但是你大泥土的话 它就容易焖根 就容易烂 烂了以后就更暖 也是需要一些肥料的 现在就看奇迹的发生 肥料的话咱们后期再加吧 这个就到这了 这花如季养的一个天堂角 如果说你们也想季养的错保 那就私信我们后台 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不止了欢迎 点回这个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